除了双马尾很潮,朝天遍也很时尚 你看我家仙人球,为了和别的仙人球与众不同 一天到晚就竖起他的辫子 我只想在你旁边玩手机,可能幸好会好点 大王,您对今天的愚蠢还满意吗? 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一定要及时反馈给我 我保证立马就改 最大的不足在于你给我一根 我的胃口,你至少给我两根 主人,我还没躲好呢,你怎么就过来找我了 你不按套路出牌啊,我以后还怎么跟你玩躲猫猫 我终于知道家里的沙发是怎么烂的了 两个猫之后啊,生活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我家猫咪特别喜欢霸占洗手间 往里面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你快点行吗,我不挤啊 拿好侧纸在门口候着 等我叫你的时候,你再进来 我在家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逗猫了 自己都休息不好,现在把逗猫的任务 交给了我家风扇 请你跟着猫咪一起摇头吧 我是轻松了,可家里的电飞却层层往上涨啊 难怪我说最近晾晒在外面的衣服 怎么总是被风吹掉 今天蹲守在这里,终于找到答案了 完了,被发现了 我应该假装入无气色地离开 熊哥,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别伤害我就行 现在伤害人的何志雄 牙科医生也一样恐怖 牙疼不是病,但疼起来要我命啊 现在我牙疼的要命 我也不敢去这家牙科诊所 这血淋淋的大字 感觉不是拔牙 这是要了我的命啊 有病就得治 但强迫症你知道好吗 是谁这么缺德 在这块地方镶嵌这么个个部落的地砖 我现在已经挪不开脚步了 不把它挖走,我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我